我跟你们说 现在我们村里面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村里人都不出海了 全部都出去找钱了 找到了发财之路 一天搞一千多斤哦 我准备带着我们这些男人出去 准备大干净 你去干嘛呀 刚刚出院好好在家休息 你看我帽子鞋子都穿好了 你是够了准备的呀 真的 有这种好事不带 整天带那么多别的男人 自己的男人不带 自己的男人要在家里面保护 懂不懂 告诉你们真正的 什么是躺着这些 我一天带你们发财的 密密麻麻的 这一黑压压的一片 就是要找的东西 全都是毛 我把他们全部交过来了 一天带你们真的是发大财 搞帽子不要了 搞什么呀 很多人都说 这个时毛这么多 把它拔掉了以后 海里面都没有东西了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是在帮大海清理垃圾 还会涨出来的 一人帮海洋清理垃圾 我们又能赚钱 何乐而文为呢 开始开始 我告诉你们 你们只不要躺起也能赚钱 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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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也能赚钱 三块 坐着也能赚钱 三块 要是这样躺着 天上掉下来 真的是发大财 发财了吗 发财了吗 我说了天上发财 不是要你认哦 真的 一天天天天天地好听的 老哥 唱好风光 八大财 把这个比在家带孩子更有意思啊 哈哈哈哈 这家室友二胎了以后啊 他又天天在家里面在书圆 出来一趟好又出来放飞自我了 终于自揉了 这个在我们本地叫石毛菜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石花草 在我们本地来说它就是草 烂到海里面都没有人要的 但是在福建来说 它是有名的那个小吃 是专门拿来做那个石花糕的 还可以做布丁的 所以在他们来说就是宝贝 专门来我们这边收我的眼睛 太厉害了 可以吗 这是我们的发牌签物 这个风景美油画 这时刻想赢射一首 今天我发财了吗 把毛啊 石框 拦麻袋 应该差不多有一千斤 回家 卖钱 我们那么多人搞一千九百多块钱 可以分分的回家了 来 这边哪黑板啊 因为 还有 还有 这边 边 在